來自澳門公布的消息 4月倒收為185億元,日均6.18億元 有學者預料5月有機會達到190億元 博彩監察協調局公布4月倒收為185.45億元 較去年同期的147.22億元升26% 較3月的195.03億元減少9.58億元 今年首4月博彩無收入達758.72億元 按年升53.7% 有學者認為4月傳統淡季下的賭收成績尚算不錯 5月有機會達至190億元 但要破今年3月的逆後單月高位 需拭目以待,澳門博彩業蓬佩 賭客又該如何去應對備收割 我們會不斷探討 祝大家好運年年,得到為贏